字幕視頻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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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Bobo 話就說香港疫情已經放緩了 但其實還有很多時間留在家裡 除了工作之外 自然都想打下機 但要自己拆一步 可以打到機的desktop 又要落場執辦件 又拍拆得不好 那怎麼辦 不拍 有它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就是這部 Alienware X17 R2 不要看它機身薄薄 裡面的用力絕對不差 想有更好的效能 這部反件還可以升級 簡單說回機的規格 處理器用了Intel最新12代CPU 順利成章還升級DDR5 有兩條WAMTRA 可以支援最高64G 出廠都已經有32GB 你也別說不厲害 對一般使用或打機來說已經很足夠了 這部機說明是Gaming Laptop 那當然要有一張夠勢勢的顯示卡 才可以見到客人 它裡面用了NVIDIA GeForce RTX 3060 想勢勢還可以升級RTX 3070 Ti 或者3080 Ti 看看 用它來玩Dying Light 2 都一樣順利 大家有沒有發覺 打機那時的畫面很順利 是因為除了硬件勢之外 它的螢幕還是360Hz 還可以支援NVIDIA G-Sync 那就不怕它不夠映像 而跳線了 以前試過其他Gaming Laptop 打機打得久 整部機都會很容易 而這部Alienware 就有Qualtech的冷卻技術 裡面的四風扇 可以大大增加空氣的流動 還可以針對靜幫處理器 以及顯示卡散耳 好像我現在打了半小時的機器 鍵盤依然只有二十多度左右 不止這樣 它的喇叭都不差 可以支援Dolby Atmos 即是打機或者看電影時 聲音都很震撼、很逼真 Dolby Atmos 介紹了那麼久 都好像說到一部機 只用來打機一樣 當然不是 它都很適合我平時用來做事 它的Keyboard駁得來 打字都很好手感 最喜歡它靜得來 又有不錯的反彈感覺 加上幾大的Touchpad 就不怕握到手指痛 都未控制到Mouse 講起用來做事 在公司都習慣了用兩個螢幕 畢竟方便很多 和看起來舒服點 部機後面有HDMI 和Mini Display Port 方便我隨時搏多個螢幕 大家看不看到 後面的擴充很多 分別有Thunderbolt 4 USB 3.2 Gen2 Type-C 和兩個USB 3.2 Gen1 還有PD功能 最好就是用來幫電話 或者平板電腦充電 又是時候收機走人 不要以為這部是Gaming Laptop 就一定很大部 你看它的機身多薄 就這樣收起來 都很省位 今次的開箱就到這裏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CLS 下次再見 拜拜